那多久沒見到瓜哥了 很久了 兩三個禮拜 因為之前有那個接觸嘛 但是現在 像今天主要我們早上還有一個公益活動嘛 那我覺得尤其是在這個疫情的時刻 其實很多的單位他們都非常辛苦 該做的防護 口罩不離口 要戴好戴滿 很久了 剛好因為我們前面有錄存檔嘛 所以我們這中間也都沒有安排錄影 多久沒見到 欸 應該有三個 三個 兩三個禮拜 當然就是關心他 也知道說 瓜哥因為之前有那個接觸嘛 對 但是現在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會不會這兩年來就是有點懲經期啊 因為疫情不斷時間 就一開始還是有一點 但後來慢慢的 就是把防疫並不是把它當做一件好像必須要做事 而是他已經融入在我們的生活裡 那妳家有兩個水嶺錢 有兩個 嬰兒 在家有分流嗎 沒有分流 但是回家一定就是先把它家裡 像媽媽就會先把小孩抓住 然後我們一定是先回房間 全套換下來洗乾淨 再下來跟他們互動 姐姐也是嗎 姐姐也是啊 對 姐姐回來 哇 都不准小朋友碰他們了 馬上抱著說 哇 跟逃命一樣 趕快逃到房間裡就全身洗乾淨 帶小朋友出去啊 有沒有什麼選擇 人做地方絕對是不會去 那可以不出門就在家裡乖乖的待著 因為畢竟孩子都還小 那家裡也有老人家 全家除了兩小時外全部都疫苗都打好 對 該打的都打了 所以家裡吃的話 因為這麼多人要吃都誰在張揚 媽媽煮 那我們會去採買 那所以我們其實一直以來 養成了一個很好的默契 媽媽就負責烘刃的部分 那我們就會幫忙洗碗 孩子也會幫忙這樣子 收拾 疫情這樣外面 敢帶全家去吃外面 很少了 就現在幾乎都是不會 對 你覺得生日要好多人都沒有給你 一些驚喜嗎 他就是安排了 我們兩個的小時光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也沒有 也沒有特別過生日 那就跟家人在家裡切個蛋糕 然後還預備生日禮物 我覺得就很暖心了 在這個時刻 就是老公仍然一直都讓我 有在戀愛的感覺 哈哈哈 我宅先生你們送他什麼 昨天也是買一個蛋糕 然後在家裡 他現在可以一直幫他 再把蠟燭點起來 然後他一直吹 他就很開心了 他就一直點一直吹 對對對 怎麼好笑 他現在最喜歡 沒有吹蠟燭 非常可愛 也非常容易滿足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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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